小黑在哪裡 丁丁 我拿DVD来还你了 丁丁 你养狗啦 对啊 才刚咬不久 牠叫贵妇 很可爱吧 贵妇 是啊 因为牠是纯久的贵宾狗 父母都是冠军犬 血统很好 所以也很贵 牠的名字叫贵妇 只是刚好而已啦 好好喔 如果未可以养狗就好了 妈咪 拜托啦 给我养啦 我保证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狗狗的 不行就是不行 丁丁他妈咪帮他买了一只 纯种的贵宾狗 好可爱喔 鬼想要啦 拜托啦 好不好 我看啊 你只是一时兴起 根本就没有做好养宠物的准备 哇 每一只都好可爱喔 好可爱的小黑狗 哎呦 你不要一直跟着我啦 哎呦 你干嘛撞我啊 我到家了 你也快点回家吧 不行 你不能跟我回家 流浪狗叫什么叫啊 吵死啦 小心 你咬我了 走开啊 你 走开 走开 也没在这里 小黑 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小强 小强 我听说前天你们家楼下 有流浪狗咬小孩 还好小弟弟的妈妈及时出现 不然啊 后果一定不堪设想 小黑 你知道小黑在哪里吗 好像那个妈妈打电话叫人 把他抓去流浪动物收容所了 小黑救了小弟弟 为什么要把他抓走 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记得老师说过 流浪狗被抓到收容所 如果十二天内没有人认养 就会被安乐死 好可怕哦 安乐死 太残忍了 不可以 不可以这么做啊 你们看看要找的狗 有没有在这里 小黑 你到底在哪里 我不要你安乐死 小黑 妈咪 我们可不可以带小黑回家啊 拜托你让我领养小黑 好不好 你不是一直想要宠物店的 纯种狗吗 这里有这么多的狗狗 需要被领养 为什么还要去花钱买呢 但是小黑是流浪狗耶 就因为小黑是流浪狗 才更需要有一个家啊 你终于了解养宠物 是不是纯种并不重要 领养也比购买有意义多了 就让我们一起带小黑回家 给他一个温暖的家吧 耶 谢谢妈咪 狗狗是人类最忠心的朋友 可以陪伴我们一辈子 这一次虽然我领养了小黑 但是收容所里还有许多被遗弃的小猫 小狗 如果12天内没有人领养 就会被安乐死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一时新鲜和好奇 就把小狗小猫买回家 等到养腻了 或是嫌麻烦 就把它们随便丢弃 只有以认养取代购买 劫渣 代替扑杀 拒绝遗弃 才能真正减少流浪动物 感谢观看